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補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腎健通能有效養腎、補腎及顧腎 裏面的提取物主要功能有 減緩腎炎症狀,幫助排走尿毒 修復腎功能及提升睡眠質素 《監防十六》,這集叫監防阿sir 主要是講懲教處職員大概一些日事 工作崗位,過程又如何,心態又如何 大家分享一下,當然我以前是懲教處的職員 三十多年前也是用囚犯的角度看一些阿sir 現在的懲教處職員更不能代表以前的懲教處職員 我只不過說我看到事實出來 如果有得罪現在的懲教處職員 多多包涵,不好意思 我上一節講一個年輕人加入懲教處的心態會如何 我認為是投考警察,投考海關,投考消防 他都沒有達到標的時候 那個兒子的選擇而已 而懲教處職員接受了很嚴格的訓練之後 都挺嚴格的 之後派入監房去當間 所遇到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崗位的氣氛 其實是很沉悶的 其實是很沉悶的 我不敢說懲教處職員的教養水平是低 但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 他要長期接觸一些低下的階層的人 大多數的囚犯都是很低下的 當然現在有很多的囚犯都是很高學歷 但是在懲教處職員的眼中 都是一時同仁的 他們認為在懲教處職員眼中 犯人只不過是一件貨物 他安憑貨物這樣就算了 他和犯人 懲教處職員和犯人 是沒有 亦都不應該有感情上面的 或者友誼上面發生的 不可能的 條例寫明都不可以的 當然人心肉造 有時搜尋得久的 多少都會有一些 尤其是犯人對阿sir 我們叫阿sir好水 可以吹阿水 或者叫做手衝一點 通常都會和那個阿sir 有些疑惑 挺好談 但是犯人和懲教處職員 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任何關係 尤其是在監獄外 當你坐完監之後 在街上見到以前的阿sir 你叫他 他是不認你的 不認你的 不是不認你的 點頭就算了 他不會跟你有交往 因為被人知道的話 是要受幾度懲罰的 要受幾度處分的 懲教處的職員 在任何時間 都不可能 和 不可以和 犯人 曾經坐牢 甚至乎被他管理過的犯人 甚至和他的家屬 有任何不正常的接觸 什麼叫不正常的接觸 就是 大家都聽到 ICAC的案子 就是和犯人家裡拿錢 會很怕這些問題 所以懲教處職員和犯人的關係 是工作上和管理上的關係 風花樹葉你可以吹 但是一 完結這個關係之後 大家就不會再是朋友 除非那個阿sir退休 除非我是sir退休 好 我現在大概說一下 監房內的崗位 除了是散仔 我們叫做集差 開門 開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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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Bellboy 之外還有很多他的崗位 在我之前的雜叔 你也說過 有保安組 保安組是監房的一個很特別的部門 保安組裡面的職員 是不屬於監房的職員 是屬於總部的職員 是總部派出一些職員去駐守監房 為什麼呢 因為保安組可以說是警察中的警察 監房裡面的警察 他不單止是要 保安的工作 不單止是對犯人 甚至乎是要對付一個環頭的阿sir 他們是可以檢控環頭裡面的阿sir 他會看著這個環頭的阿sir 環頭的職員 有沒有違規的行動 有沒有違規的事情 甚至乎我聽說 有些環頭的阿一 都是怕一些保安的職員 低級的保安職員 怕什麼呢 怕他砸背脊 怕他砸背脊 怕他是無視的 後來呢 監房個人就是 你 nosotros 喜歡的事情 他已經看著 讓他勾 Anchor 當他是通行的 中國擁有機會 這次被勾訴 很多事情 有些如此 在他們提升的 警察 就是他們的警察 委託 我們他們有些人 一直都好 不是 他們的警察 西方的警察 保安組的權力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看報紙 看報紙一定要經保安組去處理 才可以分派給犯人 不要得罪保安阿sir 如果這麼不幸大家都需要坐牢的話 保安阿sir是重重之重 不要得罪 不要得罪 另外醫院 醫院當然是一個經常要坐牢的話 經常要接觸到的地方 因為經常要驗尿 你可能要病 可能要驗身 都會經過醫院的 而醫院的阿sir是要經過特別的 另外要上一個醫院科士 才可以讓他做阿sir 在醫院服務 尤其是他要處理很多藥物 醫院在那個地方 醫院是所有犯人出入監房 必須要有的地方 你進去那個監房 一定要去醫院驗身 驗尿 你離開這個監房 都要去醫院 醫院看你有沒有身體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因為你入冊的時候 基本上你身體所有的標準 例如你有紋身 你有什麼事 有沒有斷手斷腳 有沒有全部標準 你出冊的時候 也會看你有沒有變 有變的 他們就要寫下 為什麼你會改變 為什麼你會斷手 為什麼沒有手指 為什麼要脫掉牙 他們是解釋的 在這裡我補充一下 醫院其實除了是日常的 照顧你的身體 病 食藥之外 還有可以照顧你的牙齒 沒錯 醫院是沒有牙醫 但是醫院會安排牙醫 和監獄裡面的犯人去整牙 我見過一些比較長的刑期的監犯 他在刑期裡面可能十年八年 他整排牙齒是可以換完 可以換完 當一個犯人 我由頭講講 如果犯人在醫院處理到 譬如普通的發燒 在醫院搞定給你一些藥物 或者在醫院的病房 每個監獄都有醫院的病房 可以處理到 那就處理了 如果那個監獄的監獄 是處理不到你的病情的 他有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 就是將你傳去一些比較 設備好的監獄 譬如說赤柱 譬如說黎智國 赤柱和黎智國 石碑的大監獄 我叫醫院 醫院的部門 真的是一間醫院 照X光都可以 甚至乎有手術室 小手術 但是如果你的身體狀況 是監獄的醫院 認為處理不到的話 他們會將你傳去政府醫院 我們叫做Clinic 你換衣服 換衣服 換衣服 帶著手扣 有兩個職員 就要押你去徵寬醫院 不用排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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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瓶的 好像看街證一樣 幫你做完 處理所有的事情 之後 就會用籌車押你 當然有押戒組 我曾經試過 因為我 都挺好 安排我去接心鐵圖 接心鐵圖 買你醫院 當我遊車可 挺好的 醫院 除了是 醫院的警察 醫院警察 基本上都是這樣 對於囚犯來說 基本上他會善意幫你的 善意幫你的 尤其做醫院的警察 都挺好人 當然 有些囚犯 會比較 枯滑一些 有時 經常都想在醫院 想博一些好處 什麼好處 咳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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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咳藥水是會上頭的 一些古怪 古靈精怪的事情 醫院的藥水 會挑通眼尾 到底你是真的病 還是想博 真的病 他會幫你 但如果你想博的話 他可以對你很兇 他可以對你很兇 我剛才在上一集說到小濫 小濫是一個精神病院 其實是監獄 有一個對付一些暴力的犯人 會打猛仔針 就是針藥 強制打猛仔針 這些我不說 基本上每個監獄 都會有猛仔針 但一定要很嚴格 是要由鑄 這個橫頭的醫官 才可以處理 醫院 監獄最大的 就是醫官 醫官不是懲靠處職員 是醫院管理局派 真的是醫生 通常是朝九萬五 但有些細橫頭 他不是長期固定在這裏 可能是某時某刻 上午 醫官來三個小時 看完就算了 下午他可能不在這裏 細橫頭就是這樣 大橫頭就不是大橫頭的長住 甚至可能不是一個醫官 可能是幾個醫官 荔枝閣我看到幾個醫官 哇 好忙啊 荔枝閣你也知道 大家 好了 除了是這個醫院之外 還有就是工業部 我在工業篇裡面 都跟大家講過 工業部的職員 是有別於懲教處正規的職員 雖然他們都是穿軍裝 但他們所受的訓練 就不是正規軍裝的 他們有自己編制 工業部有自己編制 這個我不在這裏詳細說 還有就是 福利官 福利官也是有別於橫頭的編制 都是總部派來的 福利官我跟大家講過 福利官是很好人的 福利官是可以幫到大家的 基本上很多福利官都很nice 經常跟那些人說笑 因為真的有一個私事接觸 譬如說你需要一些私事 是要福利官幫你的 其實你是要把一些新底話 是要跟福利官說的 福利官也會輔導你的情緒 所以福利官 但福利官也是正式的軍裝職員 他也是要讀另外一個課程 他也是要讀另外一個課程 讀完之後 他才是給他做這個福利官的崗位 福利官除了是 福利官就是變裝 除了我以前所說的 幫你處理私人的事之外 他在所有的社會上的事 他都可以幫你手 如果你想看心理醫生 都是福利官幫你安排 或者申請公屋都是福利官幫你安排 所以福利官是一個nice的人 但福利官是很怕犯的 因為整個橫頭汗只有兩三個福利官 要對著幾百萬人 我曾經聽過福利官說 他出去走圈的時候 就好像被冤鬼前身 很多人會找福利官處理這些事 但無論如何 福利官基本上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打電話給家人 他都會很有禮貌 大家知道就算了 大家知道就算了 希望大家用不了 我講到這裡 基本上 懲教處監房職員 大概那個 崗位都七七八八 也講回官街 大家見到 懲教處都是穿軍裝的 基本上 那個官街 和警察的官街 是差不多的 進去 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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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懲教處的最基原則級的職員 叫做AO2 Assistant Officer 2 中文叫做二級懲教助理 懲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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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1 即是沙展 你又發五上一年資 又不是經常支撐 就會有 輪著給你的 但是現在好像不是 現在我見到很多 很多很老的散仔 都是散仔退休的 跟著就是幫板 剛剛Passing out的幫板 就是一粒花 當你Passing out之後 政府內部有個程序 叫做confirm 就是過了試用期 正正式的幫板 一粒花叫做 建習幫板 不是 叫做 懲教主任 懲教主任 一粒花 也有些是 散仔 或者AO1 他讀了一些內部晉升的課程 是可以跳上去 升做幫板 但是都要經過 叫做 助理懲教主任 不是助理 對不起 兼職懲教主任 就是一粒花的階段 完成了這個階段之後 就是兩粒花 兩粒花就是真的叫做懲教主任 懲教主任 懲教主任 基本上懲教主任 就是一個大奇數的主管 一個整個區 一個整個區 監獄都可以分很多區 一座 譬如說 一座大樓 一座樓 可能是三層 可能是一個區 散仔 通常都是 Bellboy 或者助理 助理 有時候 沙展 都可以是一個奇數的主管 沙展 都可以是一個奇數的主管 幫板 就是一個區域 或者大奇數的主管 幫板就是兩粒花 基本上警察都是兩粒花 叫幫板 叫做懲教主任 然後叫做高級懲教主任 高級懲教主任 高級懲教主任就是兩粒一辦 兩粒花 然後加一個職辦 通常這就是高級懲教主任 通常是職日官 醫院的奇數 保安組的主任 通常都是兩粒一辦 叫做高級懲教主任 的幫板去負責 基本上是獨當一面的人物 獨當一面的人物 再高級就是三粒花 三粒花 通常他們穿軍裝 會有一頂帽子 三粒花是有金邊的 三粒花是一些細環頭的老耳 細環頭的老耳 三粒花之後 基本上是憲委級的職員 三粒花正式名稱 總懲教主任 總懲教主任 就是 警察的總督察 三粒花 三粒花 基本上是警司級 叫做懲教處事務監督 懲教處事務監督 就是警司級 通常叫一個皇官 以前有一個皇官 現在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知道 懲教事務監督分為三級 一個皇官叫懲教事務監督 一個皇官再加一粒花 就叫做高級懲教事務監督 即是高級警司 一個皇官再加兩粒花 一個皇官叫做總懲教事務監督 即是總警司 基本上這三個懲教事務監督 我們叫做Super 英文叫Super Superintendents 基本上可以做一些橫頭的一一 當然大橫頭的基本上是一拖二 我們叫做一拖二 或者一拖一做一一 阿爾通常就是懲教事務監督 有些很小的橫頭可以是這樣 可以在很小的橫頭就是 阿爾是懲教事務監督 就不去到高級 甚至不去到總懲教事務 阿爾是三粒花做的 小的橫頭 大的橫頭不是 大的橫頭就是一拖二 或者一拖一做 一拖二或者一拖一做 那去到再上的 就是處長級的 就是有助理處長 副處長 還有真人處長 處長也得過 那跟警察的 ranking 我們叫做階級 是差不多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 警察有警署警長 State and Sergeant 我們叫做雞仔餅 監房是沒有這個職位的 監房是沒有這個職位的 沒有雞仔餅的職位 大概都是這樣 由傘仔進升到處長 都有成九級 有成九級 有沒有傘仔可以做到處長呢 有的 有的 首任的華人 懲教處處長 陳華錫 就是由傘仔做到處長 懲教處職員的 大概我們已經講過了 我讀過這麼久 讀過這麼久 翻外編我曾經請過一位 退休的懲教處主任 吳Sir 是上來做個嘉賓的 下一集我會請他上來正正式式講一下 以幫辦的眼光 如何看囚犯 下一集 阿Sir加到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判定